對於臥草都很有想法的參加者 那我們今天也是希望大家能夠透過我們今天一整天的活動 來了解說臥草我們到底在做些什麼 以及了解說我們現在未來的媒體有哪些新的走向 以及我們希望能夠有一些互動的方式 來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政治的運作 以及我們公民在這個社會上應該扮演什麼樣的機器的角色 那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先交給臥草的執行長林楚瑜來跟大家說幾句話 讓我們掌聲歡迎 那麼在座各位大家好歡迎來到公民出任務今天的活動 那在今天的活動之中我相信會讓大家可以物超所值 包括說在我們早上的時候透過工作坊的方式 然後的時候讓大家來試著了解說假新聞等等的相關的議題 下午的時候最重要的是我們試著來練習一個好問題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現在身為公民很重要的事 對於我們臥草來說我們很重要以及我們很努力在做的事情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降低公民參與政治的門檻 目前大家在頭螢幕上面看到的是我們臥草的首頁 在首頁之中上面這邊有幾個小框框 這邊這每個小框裡頭可以連接到臥草目前有的重要的專案 包含國會直播包含我們解讀立法院的公報的議題實驗室 包含我們促進公民知識還有哲學相關的公民學院 然後還有我們的那個給問擂台 讓我們可以來問重要的政治人物問題等等各式各樣的專案 大家都可以在臥草的手頁看到 現在是距離大選已經不到100天的時候 所以也藉著這個機會跟大家來說一下 我們有一個重要的專案叫做六都市長給問嗎 在這網站之中也歡迎大家在這倒數100天裡頭 我們可以去問六都市長候選的問題 尤其是今天來到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是台北人 在這邊的話可以問看我們的科文哲候選人 丁守中候選人還有雅雯之候選人的問題這樣子 那在這裡頭是大家的問題找聯署之後 我們跟候選人約好說他們一定要上來回答 那這也是我們現在很重要的專案 這是我們專案我們臥草在做的市民的一個類型之一 那我們其他的專案也是類似的 我們希望可以搭建起公民和政治人物 或是公民跟社會時事之間互動的一個橋樑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臥草 然後這時候更容易了解政治 那這時候也需要不免數的 麻煩幫我點下下面這邊 為了要永續經營 所以在這邊的話也鼓勵大家可以購買臥草的草報 那這邊無論你是用一塊錢購買 還是一千塊購買 我們都會非常的歡迎 這樣子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的力量可以走下去 好 時間非常不多 我就這樣做一個簡短的開場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這邊 我是臥草的負責人我叫林祖儀 謝謝各位 好 那我們謝謝執行長林祖儀跟我們的分享 那接下來呢 我還會是下一個階段主持人 對 就是我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跟大家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臥草做一個新媒體 那在現在這個階段就是 其實各家媒體 不管是傳統媒體啊 所謂的新媒體啊 各種網路媒體不斷地出現的時候 我們該如何去做選擇 然後我們有一些什麼不一樣的方式去走出新的道路 做出就是如何去辨識說 我們是不一樣的 然後我們就包括有臥草 以及我們請到了靖傳媒的技術長 檢慶昌昌的一期 報導者的共同創辦的何榮信大哥 我們會一起來跟大家分享 那 首先就 且讓我佔主場優勢 先跟大家來報告 我們臥草 在做的一些事情 我放 從頭 好 好 那 大家好 我是臥草的洪國軍 很高興今天能夠跟大家見面 那我在臥草 擔任的是新聞部門的負責人 那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夠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臥草在做新聞上面的一些心得 那其實我知道現在大家 我好像轉換成分有點快 沒關係 就當作我剛剛沒有主持 我現在再進來 大家其實在 現在在碰到一些我們在網路上啊 或是在電視上啊 或是看到一些報紙 在看到媒體的時候 其實我個人啊 會有些這樣的困擾就是 欸 這麼多訊息 有些看起來都很像 看起來都一樣 然後到底是誰抄誰的 他們之間又有什麼差別 因為訊息太多了 沒辦法有效的去吸收 反而 訊息太多 跟沒有訊息一樣 因為我變得不知道如何選擇 我不知道去如何去辨識 哪一個才是真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多的讀者 可能都會碰到的一些問題 就是 太像了 太多了 都一樣 所以我認為這個 這個概念有點像是說 我們這些媒體現在進入一個叫做 又假又貧又擠 又假是什麼 又假就是 你可能很難分辨 是真的假的 訊息很雜亂 都不一樣 又貧呢是 大家都一樣 長得也都很像 我要如何去辨識說 哪樣才是值得我去相信的媒體 再來就是又擠 太多了 大家的訊息 各種訊息量 轟炸之下 我也不知道我要如何去做選擇 那 臥槽在這個上面 如何想要走出不一樣的道路 那我們就簡單的來幫他講說 我們這一年多來 試圖做的一些改變 希望大家能夠覺得 真的有不一樣的效果 好 首先 臥槽我們作為一個 以關心政治為主要考量的媒體 做媒體嘛 最簡單想像的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就找幾位記者 我們去我們關心的場域 去關心的事件 像我們可能就去立法院的現場 去看今天立法院發生些什麼事情 去問立委啊 去問官員啊 去問一些相關的團體 他們怎麼說 他們對一些議題的表態是什麼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 因為我們認為我們的讀者 會關心的角度 去把它記錄下來 這樣很直觀嘛 對啊 做媒體做新聞 應該就是這樣子嘛 然後我們秉持說 我們要真實啊 我們要保持客觀啊 要保持這個 不同的角度都有考量到啊 聽起來正常 我們就有記者 然後就把這個新聞 就可以把這個新聞做出來了 但是呢 我們發現了一個很殘酷的事情 像我們這樣做新聞的方式呢 不只我們在做 大家也在做 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有很多的網路新聞的 我們姑且也不稱為它為農場 但是就稱呼它為 他們會是在網路上 把其他家的新聞 拿來做自己家的新聞 使用的一些新聞網站 那會怎麼做呢 比如說我們今天握草 我們做了一個新聞 哇我們覺得很精彩 我們是獨家 然後找到一些很重要的關鍵資訊 然後找到一些很重要的關鍵資訊 我們可能花一整天做這個事情 但是其他媒體叫做一件事情 就可以把我們的這個credit 就是我們這個得到的東西拿走 他可能就要做一個這樣子 根據握草報道 然後就把我們內容 寫出來 你看我們這家媒體 我們還有給你連結 你如果點連結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原始的新聞報道 我們幫你帶來的流量多棒啊 你們還不用感謝我沒關係 我免費幫你提供這樣的露出 所以我們發現 我們可能辛辛苦苦記者 跑了一整天 獨家問到的訊息 或是我們有自己的 出發的角度 我們認為很犀利的角度 去切到一些事情的看法 別人只要就是在家裡 看到你新聞放在網路上之後 他再把你重新寫一次 根據握草報道 就解決了 那對一般的讀者而言 其實他沒辦法感受到說 欸 那很好啊 我在這邊我就可以看到握草的報道 我還可以看到 根據報導者報導 根據進傳媒報導 我一下就看到全部的人啊 我幹嘛要去看握草呢 我看這個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會開始疑惑說 好 我們做這麼辛苦 別人這樣子就可以拿去了 好像哪裡不大對 那再來我們也會想說 欸 那不然 我們換一些不一樣的方式 不是這樣 這幾年來也很流行 比如說各種圖文的懶人包嘛 好 那我們做圖文懶人包 我們用精美的美術 然後去把很複雜的議題 用繪畫的方式變成很簡單易懂 然後欸 不錯吧 這樣的話應該沒辦法抄了 欸 要抄不容易抄 其實現在也沒有那麼困難 欸 這樣就好了 這樣的話這個看 這個是一個握草的臉書的連結 就是我們做某個懶人包 但是呢 現在只好把這個臉書的連結 遷入到他們的新聞網站 他們其實就可以在他們的網站 看到我們這個懶人包的內容 所以一樣 會發生說 啊 我們就算用了這麼多的心力 那麼多的資料收集 那麼樣的一個美術的工作 做了這些東西 別人一樣可以只要牽入這個連結 就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就是 我還要給你露出嘛 你沒握草嘛 對啊 所以我也沒有不對啊 我們把你的新聞 當作一個新聞報導來呈現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這樣子好像哪裡怪怪的 有點空虛寂寞絕對的 我們做了那麼多辛苦的東西 別人的這些產品 卻是在別人家上面看到 也不一定在我們 讀者可能不會在我們家看 到別人家去看了 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到底要怎麼樣改變相的狀態呢 好 那 所以開始有些體驗就是說 嗯 我們口口聲聲聲說 很多新媒體好了 但這個詞也許 大家都會有不同的定義 但是這個最好的 但我們自己都有很大的感觸就是說 其實所謂的新媒體 不一定只是說年歲比較新的媒體 很多年歲比較新的媒體 做的可能都是剛剛我講的那些事情 我們在這個新的 有各種科技 網路 以及不同的行動裝置的情況之下 新的媒體 是否應該用的是一些新的技術 來呈現在 在我們新聞呈現上面 不然如果你只用舊的技術 你只是把它當作 就是PO到網路上的話 太簡單了 別人兩三下就可以抄走 所以呢 但是要做出不一樣的效果 要怎麼做 很困難 我們是用傳統方法 像剛剛想的那些很直觀的做法 就是兩三下被人家抄走 所以我們其實開始想一些新的做法 開始有體驗就是說 其實所謂的這些 我們是網路媒體的話 不應該只是把新聞放在網路上 不然我們這樣想好了 現在有哪一家報紙 沒有把它報紙的新聞放在網路上 應該沒有嘛 對不對 每一家新聞 即使是報紙的新聞 它也都把它網路放在 它的新聞放在網路上 但是我們會稱呼那個聯合報 是網路媒體嗎 可能不會這樣稱呼 那差別是什麼 網路媒體和一般的傳統媒體差別 應該會是什麼 如果只是把文字 照片 表格 照抄貼到網路上 我原本印在報紙上 我現在貼到網路上 這樣就解決 那好像不是應該一個新的網路媒體應該做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要想說 我們要做不一樣的事情 好 我們想到了什麼事情 就是現在網路上應該有的一些技術是什麼 它的及時性很強 它的互動性很強 它可以直接像報紙 你讀者看了報紙之後 你其實沒辦法知道說 讀者的回饋是什麼 你沒辦法知道 那網路呢 它可以有即時的回饋 然後或是有些即時的互動的方式 讓你更不同的方式去呈現新聞 所以我們開始想說 要如何去用這些方式 來去做跟其他媒體不同的區隔 好 Teamwork 所以團隊合作很重要 過去在比較傳統媒體的情況 常常就是記者 單打獨鬥 去新聞現場 然後去收集到這些文字 採訪的資料 帶回家 然後炒成一盤菜 但是我們現在的情況之下 好像已經不能夠這麼做了 有潛力可循吧 剛剛就是說 那些東西 所以別人現在三兩下 複製貼上 你的新聞價值就已經被 新聞價值就還在 但是你的產品 可能就會被人家給拿走了 所以呢 現在我們可以做的是什麼 過去我們可能想說 嗯 我們有記者 可以去向你提問 然後呢 也許我們想說 一開始想說 不行我們這樣的產出太落後了 或是說 我們這樣被人家抄走 不行我們要更快 我們更多位記者 好不行我們又被抄走 我們再更多位記者 不行 這樣子再多位記者 只是我們幫助更多的內容容 不要內容容長 更多會擷取他人新聞內容的網站 會有更多的資訊可以用 這樣是沒有救的 這樣救不了這個 救得了一時 救不了一時 所以我們要做的其實應該是什麼 我們除了記者之外 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 不同樣技術能力的人 能夠投入新聞產出 好 像比如說 我們就要團隊合作 新聞不只是文字本身而已 包括美術的設計編排 網站的架構 還有工程師的能力 如何去設計這些網站的互動 然後包括各種不同素材 包括也許是影片 也許是照片 等等的這些東西都包含在一起 我們要做出一個是 別人沒辦法 copy paste 複製貼上的產品 那這個說起來簡單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不是說起來簡單 但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其實我們的握草 在這一年多來 做了一些產品 有許大家有看過 也許沒有看過 那這個是我們在去年 解嚴30週年做的一個產品 不知道大家有人玩過嗎 就是你是解嚴時代的誰 很好 我看大家點頭如搗蒜 這個回音非常熱烈 所以我們就過去用這種方式 我們去做了一些 如果有玩過就知道 這個東西你沒辦法copy paste 沒辦法做 沒辦法直接複製貼上 或者是說我們也 最近也做了一個不一樣的嘗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有看到有人點頭 好 點頭的沒有像剛剛那麼踴躍 那就姑且讓我來按一下 好 像譬如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一樣 我們希望用不同的方式 來呈現新聞 像現在大家剛剛也回到 剛剛大家所提的 很多訊息假新聞 資訊是假的 然後呢我不相信 我對媒體沒有信任 然後呢 政府也是政府提供的數據 我不相信 或是我不知道 什麼是真的 所以我們試圖用一個方式 讓大家來記得 這些重要的資訊 像譬如說這個東西 也許大家也玩過 也許沒有玩過 這個 像譬如說我們可能會用一些 互動的方式 讓大家去畫出來覺得說 這幾年的一些數據 政府的數據是長怎麼樣的 就是大家可以這樣子 自己來畫 對 好 像譬如說你可以畫出來 你覺得事業率長怎樣 然後呢 好 因為我沒有登錄 所以他不會給我看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可以驗證 就是說 不能夠隨機去抽 沒關係 我們有另外一個 嗯 另外一個可以吧 好 幸好我們有工程團隊的點頭 嗯 好 對 好 所以我們可以讓 讓受讀者去畫出 他所認為的 這些關鍵的數據 對 這個東西做得很好 就是我們如果 我們設計了沒有登錄 就不讓他 不讓他們能夠 這個 畫出這訊息 為什麼呢 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每一個使用者 每一個讀者在畫這個的同時呢 我們會記錄下來 每一個使用者 他畫過的痕跡 所以呢 比如說今天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不只是告訴你 就是說 你覺得 比如說這幾年來 台灣的失業率是怎麼樣 我可以先給你 你畫出來的失業率 你覺得是怎麼樣的 我們再給你看說 政府的提供的 失業率是長怎麼樣 並且我們蒐集了 所有的使用者 他們所認為的 失業率長怎樣之後 我們把這些訊息整理起來 又可以成為一個 就是 人民的感受 和政府提供的數據的落差 登錄完了嗎 好 謝謝 我脫了一下 好 所以像剛剛這個表現 比如說呢 我們可以認為說 那每個月總公司長怎樣呢 然後呢 我們可能可以畫出 我認為就是 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 然後 好 我認為是這樣子 好 那長出來其實是什麼樣子 好 然後我們可能 我們同時會希望給個 feedback 給他一個分數 你看政府數據的落差 再給他一個分數 讓他更記得說 真實的數據是怎樣 因為我們會這樣做 也是希望說 我們媒體要作為 批判政府的在野黨 兼忠誠的在野黨 要去批判政府的時候 大家 我們要帶領讀者 我們在批判的角度 不要落入錯誤的 建立在錯誤的資訊之上 不然如果建立在錯誤之上去抨擊的話 政府太好解決這些人了 因為你的資訊是假的 就跟川普一樣 你是fake news 你是假新聞 我就直接把你給辯駁掉了 我們希望建立在正確的資訊之下 去監督我們的政府 所以呢 我們每個受制讀者呢 在玩完這遊戲之後呢 我們還可以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資訊 好 我們就利用這些每一項每一項的數據呢 得到了一個 像這樣的圖表 好 來來來 像這樣的圖表 這也就是每個月的總公時 剛剛其實大家有看到那個圖 橘紅色那個線 就是總公時 大家覺得每一年的總公時 政府提供是會逐年下降的 但是呢 讀者的感受卻是什麼 讀者的感受卻是 那個青藍色那個錢是逐漸緩緩上升的 那 當然我們這個東西可以得到兩個結論 一個就是說 也許大家一般人感受 跟政府的數據差距很大 這是一種可能 另外一種可能是 那政府的數據 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當然呢 我們說政府數據 那 紅色這條線不就是政府數據嗎 沒錯 這是其中主計總數提供的某一項 統計數據 但是當我們去找到主計總數 另一項統計數據的時候 就發現說 欸 它的統計結果的線 居然跟我們這個青色的線 是長很像的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當政府成為 有可能是假資訊的主要來源的時候 我們直接從讀者身上去搜集這條資料 反而有可能是逼近真實的 這也是我們另外得到的一個 有趣的一個結果 而且我們也可以拿這個東西 真的去說 也有一個base 就說這幾千人 幾千人所累積的成果 就是說 至少我們知道說我們的使用者 是有這樣的一個公式的 好 那感謝工作人員提醒 我的時間是已經超時了 那 好 今天就到結論了 所以呢 我們發現我們不同的方式去呈現 我們的新聞之後呢 剛剛前面提到一些就是 會把別人的文字複製貼上的網站 他們能做的只是什麼 他們現在能做的就是 這個可能看不出來 但這個東西叫做截圖 他們只能做截圖 他們就不能夠把我們的網站的體驗 網站的內容直接拿去整套拿去用了 他們只能用這個方式去做 他們還是必須導亮給我們 所以我們做出來至少說 我們不讓這些內容 直接複製貼上的新聞網站 能夠很好的直接把我們的作品超去用 那這是我們目前 所做的一些方式 然後試圖讓這個媒體的生態 有些改變 好 這個希望大家能夠繼續下去 後面我們也請這個 第二位近傳媒的夥伴 來跟我們分享 這個他們的做法 好 來來來 來來 Vader 好 大家早 對 沃潮果然有主場遊戲 他跟我說要講假新聞 結果自己在廣告 對 還花了那麼多時間 明明只有12分鐘 好 但我有100多張偷影片 所以我們要趕快 好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 Reader跟開放編輯士 然後我叫簡信昌 那你們可以叫我HC 那我現在是在鏡周刊工作 是一個工程師 那之前比較多琢磨在 在open source跟open data的部分 所以對於開放文化是比較多的 投注比較多心力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假新聞 對 真的要講假新聞 好 其實假新聞不是一個新的議題 它是一個持續存在的議題 所以我們要討論假新聞之前 我們大家要先了解說 假新聞大概是什麼樣子 它不是一個單一形態存在的 它是一種各種形式存在的東西 假新聞包括資訊錯誤 那通常這個就是求證不足 那或者是斷章取義 就是有些媒體想要表達立場的時候 會做這些事情 或者是有些特定組織 它想要誤導民眾的時候 它就會發佈 那當然不算假新聞 但是是這種資訊的傳播 但是為什麼假新聞 會成為一個新的議題呢 主要是拜網際網路支持 現在就是傳播非常快速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傳播 他想要的傳播的訊息 所以對新聞就造成威脅 那我們知道媒體靠的是信任 可是建立信任這件事情 其實非常困難 所以這是媒體的考驗 包括紐時其實都出過一些 資訊錯誤的一些新聞的問題 那我在進入新聞圈第三年 我就帶著一些疑問 所以我們希望做一個新的嘗試 就是透過開放的做法 來決定新聞的走向 以及新聞的價值跟內容 那這是一個媒體的新的實驗 我們叫它Reader 那這個是在鏡座刊底下的一個資品牌 就是在今年初開始做封測 所以我們現在打算做的是 從新聞產製的過程 就開始做改變 那就是我們自己稱為開放編輯師 那我們每個禮拜會找兩位客座總編輯 那這個客座總編輯可能是各個領域的人 就是突破新聞圈的同溫層 那這個客座總編輯一天會幫我們選 五則新聞其實有點多 大家可以試試看 就是你如果一天要選五則新聞的話 有點困難 台灣沒什麼新聞真的 好 那我們會給這些新聞有一些議題的關鍵字 然後透過使用者跟這些被選出來新聞的互動 就是User Engage的部分 來決定說我們接下來要做哪些議題 這樣聽起來有點籠統 舉一個例子來說好了 比如說大家之前有看過 就是清淨農場違法民宿 想要就地合法的這個新聞 然後有很多農地上違法工廠 也是想要就地合法的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但對我們來講就是 它其實都是國土規劃的一個部分 不過這個上面跟假新聞比較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決定要做國土規劃這個題目 之後我們就先公布題目 對很多媒體人來講 這個是一個自殺的行為 因為大家都想要獨家的新聞 不過就像剛剛國軍講的 獨家新聞已經不獨家了 因為現在資訊非常的快速 所以獨家新聞已經不獨家了 所以公布題目 其實這件事情不一定是壞事 那我們會希望透過公布題目 接下來就是開放採訪的過程 也就是在過程之中 我們會把所有我們拿到的資料做開放 然後歡迎獨家一起來參與報導的討論 所以這個都是在報導進行中 就是報導還沒有產出過的過程中 那在去年底我們做了一個題目 是政治獻金的題目 大家知道政治獻金 就是候選人要去申報 每次選舉拿到政治獻金 然後你可以去監察院做調閱的動作 可是如果你在監察院要把這些東西 完整資料印出來的話 就是你要付錢 然後他會給你一個紙本的輸出的 那個A4的資料 然後上面還有監察院的浮水印 就是說你想要用OCEA都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去年拿了第九屆 就是2016年立法委員政治獻金的資料 之後我們把它做數位化 那在我們報導出來之前 我們就把資料已經都全部開放了 對 所以記者非常的緊張 那這個想法呢 對一般的媒體人非常難以理解 就是那個重要的資料 而且是你們接下來要做報導的東西 怎麼可以開放呢 但是我覺得結果還算是正面的 就是除了天下有出一篇之外 然後一些電視新聞 其實也有在做政治獻金相關的報導 然後還有一些民間的學者 然後拿這些資料去做一些文章 那其實會造成這個議題被關注 就政治獻金對於在那個時候來講 其實並沒有新聞點 就對一般媒體來講 那個並不是有一個新聞點的東西 但是因為這個做法 讓這個議題反而造成關注 那我覺得這是開放的力量 所以我對開放是有哲學上的思考 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造成大家資訊平等 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然後降低資訊的落差 那這個東西當然可以盡量避免去斷章取義 因為你所有的資訊都被開放的 然後你當然沒有辦法說完全杜絕這件事情 但是你可以減少偏見 然後增加信任度 這有點像是那個農產品的產銷履歷 或者是你去比較好的餐廳 他可能可以給你看開放廚房 然後我們進來做一個題目 是做宜蘭農舍的題目 那也是在報導出來之前 我們就開放了兩個資料集 一個是內政部的實價登錄的資料 那這個當然是政府公開資料 但是我們經過整理之後 把所有的資料都重新梳理成機器可以讀的資料 然後做開放 那另外一個是農地普查資料 這個是農委會做的普查 然後我們也是把它全國的農地普查資料 再做一個整理之後做開放 然後我們去看宜蘭農舍的部分 然後你就會發現 透過這些資料去做疊價之後 就會發現其實宜蘭農舍很多被拿來做買賣的物件 因為我們透過實價登錄跟農地普查資料 做疊價之後會發現這件事情 那它其實是非常高度的重疊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有時候讀者會懷疑 那我們透過開放資料的做法 讓讀者可以去自行驗證這件事情 或者是讀者透過開放資料 他可以去拿這些資料去證明他的其他自己的論點 那這是讀者參與的部分 那讀者其實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 我們希望他是新聞產自的一環 但是這個跟公民記者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對我們來講 讀者並不會產出新聞 但是他可以參與討論 他可以看到第一手的素材 但是最後還是交給記者 做最後把關 因為我們還是需要去查證 就是讀者就算參與了 提供的素材 我們還是需要記者去查證 然後去做分析這個動作 所以有點像是讀者 或是一般民眾委託記者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產自流程其實非常重要 然後我們會希望開放的這件事情 就是把記者 然後跟工程師 然後跟讀者 跟設計師 一起加入這個產自流程 所以這個就是Reader這個字的來源 那這個跟我們做 以前做新聞專題有點類似 只是多了讀者這個元素進來 所以以前我們做新聞專題的時候 是工程師、設計師加記者 那時候是提供更好的新聞體驗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有讀者協助的這個部分 所以就是把讀者加進來 變成Reader這個部分 那這是一個新的新聞實驗 但我們不是要取代現在的任何新聞媒體 好 然後這個部分對假新聞來講 他當然還是無法杜絕 很重要的原因在於讀者 因為對於媒體來講 他需要跟讀者去共同營造 就是可以信任的媒體環境 好 那Reader希望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這是我們許多幾個目標之一 就是透過開放來讓讀者 願意信任新聞的這些事情 然後也希望關心新聞的讀者 可以產生一個社群 對,一起來討論新聞 對,一起來討論新聞 那我們現在在封測期間 所以大家可以上 上來申請參加封測 那也可以上 Facebook找Reader 就可以參加我們的 對,來按讚 那預計是9月25號會上線 對 所以到時候歡迎大家加入 好,謝謝 謝謝 我們非常感謝 淨傳媒的簡信昌技術長 跟我們分享 關於Reader的不同的嘗試 接下來我們再請到的是 報道者的共同創辦人 何龍信大哥 來跟我們分享 報道者如何走出 不一樣的媒體小革命 麻煩請何龍信大哥 我們今天是以臥草之友的身份 來跟大家分享 那在我看來不管新媒體舊媒體 要處理假新聞的議題 其實要問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你如何做好新聞 然後可以讓自己活下去 那目前不管國內外 所有的媒體大概就三種模式 一種就是商業媒體 那商業媒體加速最多 那挑戰也最大 另外一種像臥草是社會企業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三種 非營利媒體 那這是報道者過去三年走的路 就是怎麼做好新聞 來平衡也好 對抗也好 去在這個假新聞當道的時代 你做好新聞 可是讓自己活下去 從這個概念來看 他這個沒辦法弄 好 我直接弄 好 過去三年來我們其實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公共化 第二件事情是調查報導 第三件事情是建立分眾的品牌 那公共化也就是我剛剛講的這種 第三種媒體的經營模式 非營利媒體要怎麼走呢 台灣其實之前有很多非營利媒體 像早一點的苦勞網 環境資訊電子報 那近一點的像公庫 都是表現很好很傑出的非營利媒體 然後在各個分眾領域都有經營得很重要的尊敬 那報導者想的是我們在三年前成立的時候 想的是能不能用在非營利媒體的這個方向上面 再多做一些事情 那目的是說可以讓報導者的記者更沒有後顧之憂 好好去做好新聞 然後又能夠活得下去 那我們做的是什麼事情呢 我們是台灣第一家用公益基金會的方式成立的非營利媒體 那為什麼要用基金會來成立一個非營利媒體呢 因為過去大家都說媒體無法獨立自主 你不是被政治力量干預就是被經濟力量干預 不然就是被報老闆的手伸進編輯台 新媒體舊媒體都一樣 或者說媒體主管自己的好物 他自己的意志來影響媒體的走向 那報導者的設計是這樣 由一個獨立自主的基金會來接受社會各界的捐款 那管理捐款 然後這個基金會成立這個媒體 那這個媒體的唯一老闆就是這個基金會 然後這個基金會三個月到四個月才開會一次 所以他只可能討論這個媒體的大方向 他不可能干預這個媒體的任何內容或細節 好 那這個就是報導者第一屆基金會的組成 十一個董事 三個監事 董事長是資深的傳播學者翁秀琦老師 那董事都是各個領域關心文化媒體的人 黃哲斌 黃旭田律師 李一志 管中翔 詹偉雄等等… 那監事是李偉文 胡元輝 陳順孝… 那從這樣的陣容就可以了解我們的想法是 大家可以放心捐款 給這樣子的人組成的董事 那他們組成的媒體 讓這些媒體就全力去衝做好新聞 來對抗假新聞 那報導者目前有二十六個專職的人 那我們的成員來自四面八方 我自己以前是天下雜誌的種族筆 那我們的副總編輯們來自天下雜誌 去年兩週年時候的大合照 那報導者的幾個特色 第一個當然既然是非營利媒體 所以我們沒有廣告 那另外一個特色是 報導者上面沒有任何點閱數字 我們決定要擺脫點閱率的迷思 一篇五萬人看的報導 跟一篇五百個人看的報導 我們不願意被五萬人報導這個數字 去牽著鼻子走 那這是挑戰人性 任何人來當記者 都會想要去報導一個 五萬人或五十萬人看的東西 可是誰說五十個人 或五百個人點閱的議題不重要 那報導者不要有這種點閱率的迷思 那我們也沒有廣告 我們的後台當然看得出來點閱率 那他唯一的會出現作用的時候 是每一個禮拜一次編輯會議的時候 我會秀出後台的數字 讓報導者的記者了解你的文章 過去一個禮拜點閱率是多少 但這樣給你參考就好了 一個禮拜一次 報導者的最大捐款者 既然所有的經費都沒有廣告 來自於捐款 那捐款當然是我們唯一的生存的來源 我們最大的捐款者是 合作集團的董事長佟子賢先生 他用個人的名義捐款給報導者 那他自己率先宣布 他要做到三部原則 不擁有 不干預 以及不回收 他所捐的任何錢 捐了就是捐了 他連報導者的董事會監事會 他都沒有進來 更不可能影響報導者的運作 報導者上面所有的捐款 都透明真信 過去三年來的每一筆捐款 你在報導者的網站上面都找得到 所以捐款一千萬元的 像一次捐款一千萬元的 像童子賢 在這邊 一次捐款三百塊錢的 在這邊 也都一樣 每一筆都列在一清二楚 捐款不分多少 重要的是報導者 就是要靠捐款 來走下去 那這樣的模式呢 它的意義就是公共化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所以報導者 不但沒有任何獨家可言 報導者上面的所有東西 都是透明的 所有的東西 都是任何人想要取用 你就拿去吧 只要是非商業使用 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適用於CC授權 我們三年前 剛剛開戰的時候 就謝謝剛才跟大家 報告的這個 靖傳媒的簡信艙 他是我們技術長 協助我們整個搭建一個 開放OpenSource系統 還有加入開放原始碼運動 開源運動的一個網站系統 我們的整個所有的網站 公開透明 任何人都可以進去看 我們的程式 是怎麼寫出來的 任何人 只要非商業使用 你註明說 這個報導是報導者 報導者 然後附上網址 任何人去用 以及copy我們的網站 都可以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就是報導者 最核心的運作的理念 我們覺得公共化這個方向 跟這件事情 是在這個時代 要對抗假新聞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只有大家都投入 共同的理想 大家都共同去做對的事情 這樣的力量 才會成其大 那當然我們會有 很大的挑戰 在公共化這個方向的挑戰 走非營利媒體這條路 你的挑戰就是 像童子前先生 這樣的大筆的慈善資本 他會一直捐下去嗎 那報導者 在去年 除了童先生的捐款之外 我們的小額捐款 其實成長得還不錯 但這樣的小額捐款的多元成長 能不能每年穩定的成長 還有我們能不能去 像國外的非營利媒體一樣 去發展出 不管是會員制 訂閱制 或者是群目 種種其他的增加營收的方式 那這個都是我們的挑戰 好 那在這樣的基礎下面 報導者的記者就可以安心的 你不用管廣告 你不用管點閱率 你就是專心的去做好新聞 可是你要做什麼樣的好新聞呢 現在所有的媒體大家都在做好新聞啊 也有些媒體很努力在對抗假新聞啊 那報導者想的是 用時間來爭取空間 爭取品質 現在大家看到的都是半天的新聞 不管是三器新聞的哪一器 網路遊覽器 監視器 還有行車記錄器 然後這種你會覺得很白癡的問題 沒有辦法 在時間的壓力下面 在點閱率的壓力下面 所有的記者都被迫做這樣的事情 那別的人用半天做新聞 那其實報導者就用半年來做新聞 你會覺得哇好像很誇張 為什麼做得到 那就回到我剛剛講的第一種模式 因為我們走公共化的模式 我們走非營利媒體的模式 我們走社會捐款支持的模式 只要社會願意捐款我們這樣的媒體 支持我們存在 我們的記者就有機會用半年 來做造假剝削血淚漁場 從台灣追到印尼 去看我們的遠洋漁船上面 每年一萬五千名境外的漁工 他們被慘遭剝削 慘遭虐待 這種非人權的非不民主的處境 還有我們被歐盟亮起黃牌警告制裁 那台灣的遠洋漁業的明天到底在哪裡 這個專題一做就做了半年 然後有這麼多篇長篇的報導 有剛才沃草的同伴分享的多媒體 我們的數位部門所努力所做的各種資訊圖表 有影片有圖文故事 然後還有很多篇紮實的揭發我們遠洋漁業上面 各種造假過程的這種深度報導 我們的報導者的大型專題 大概多半都是這樣 少折一兩個月 平均兩三個月 那多折就到半年 那在這樣公共化的環境之下 我們自己我們不像公共電視是國家的資本來產生的公共媒體 我們是台灣民間自己長出來 在網路上面自己長出來的公共媒體 那這樣的公共媒體是有可能存在 而且繼續發揮影響力的 像雪類漁場我們那時候授權給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用它的頭版全版跟它的二版全版 在同一天報導這個雪類漁場調查報導的精華 那這樣子的報導一出來 馬上就促成了屏東地檢署宣布 要重新調查這個我們認為是冤案的這個印尼漁工死亡案 它不是病死的 它應該是在台灣的允洋漁船上面被船長跟其他人虐待致死 那這個是我們在追查的真相 以及我們希望改善的是所有的境外漁工的勞動處境 我們跟蘋果日報合作次數越來越多 光是過去三個月報導者這樣重要的調查報導 蘋果日報透過付費授權刊登的就有三個 其中一個是這個手球國手 一個盲人手球國手 他被法院判決說他詐領保險費 可是我們去調查李組長眉頭一皺覺得這其中有問題 他應該是一個冤案 那這樣子的報導蘋果日報是用全版來刊登 然後7月初我們報導台灣的前20大營造廠商 他屢屢得到政府的公安獎項 可是呢他卻公安紀錄不佳 然後連連出現公安意外 然後最近的可能有些朋友看到 我們揭發台塑集團隱匿空屋 台塑集團包括六清在內蒼七 他的空屋數據都造假 蘋果日報用兩個版來刊登 那我們的多媒體作品得到了卓星獎的調查報導獎 這也是一個突破 就像剛剛大家分享的用不同的說故事的方式 用開放分享的過程 然後我們調查新屋大火週年 我們做各種跨媒體的合作 那當然我們也去做花蓮王的專題 雙面複昆集 那果然就被他告了 我去花蓮地檢署出題 不過那檢察官通常很清楚 認為這個花蓮王亂告 所以這案子根本就沒有起訴 總之我們用這樣子的公共化基礎來做調查報導 目的是為了要平衡假新聞 那在這樣子的基礎下面過去三年來 還蠻欣慰的是逐漸累積了一點分眾的品牌 還有剛才簡訊章也特別提到的 我們要重建讀者對於媒體的信任 那我們除了連續兩年得到卓星獎 最重要的調查報導獎之外 我覺得要給現在的年輕人鼓鼓掌 報導者的後台非常清楚地顯示 我們最核心的讀者是25歲到34歲的讀者群 可是大家都知道報導者的文章都非常長 滑都滑不完都是很嚴肅的公共議題 可是我們的讀者裡面有四分之一 就是25歲到34歲的年輕人 所以誰說年輕人不關心公共議題 誰說年輕人不喜歡看長片文章 只喜歡看小鮮肉正妹的照片 報導者的後台反應不是這樣 那我們的讀者裡面女性也很高於男性 總之我們不斷跟年輕世代溝通對話 然後也出版了像《透明的小孩》 《雪類漁場》這樣的出版品 那最新的調查報導 我們也到各地開實體的讀者見面會說明會 也辦了五場這個六親的座談 當然我們面臨很多挑戰 不過這三年來簡單講最後的一個小註解 就是新媒體都要找到最適合自己發展的路 以報導者這樣發展的方向 絕對不適合走商業媒體 我們很快就會死掉活不下去 我們需要走的是非印尼媒體 需要走的是公共化的路 需要去在這些精神上面去建立分眾的品牌 然後需要多元的人才 那對我來講 新媒體某個程度上面 它是說故事跟載體改變 但它仍然是在承載古典新聞學的理想 仍然是一樣是在報導事實 在探索真相 那這個是新媒體的核心的靈魂 那也是報導者存在的價值跟意義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非常感謝剛剛這個 包括這個報導者的合同性大哥 那我們就請 然後還有簡信昌大哥也麻煩請 那接下來這段時間呢 我想就是剛剛對於三位講者 包含我自己不好意思的一些精彩分享 然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現場有沒有一些提問 然後能夠我們可能也許兩到三個問題 然後可以有沒有想要問我們這些 這個剛剛幾位講者的 有嗎 好 現場的這個提問非常的踴躍 那我就先 既然這是非常踴躍的情況之下呢 我就先自己來問好了 好 那其實我們自己也常碰到一個困境就是 就是讀者 但是我們可能想說完全可能 可能不以流量為考量啦 或者說我們可能想要做一些 或是軍事團體想要做一些 可能讀者為核心 或是我們想要做一些自己 或是我們自己想要發覺一些關心的議題 但是我們還是會發現 常常我們自己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然後沒有那麼容易吸引讀者的關心 或是他真的也滿不熱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叫取捨 就是到底要如何 就是我們當然知道這個東西很重要 但是我們也知道 這個東西其實關心人不多 但是會有碰到這樣的困境 會要去做取捨嗎 我不知道就是你們可以先請 等一下補充一下 其實現場提問的時候 我們各組的小隊伏 會給你們一些神秘小禮物 如果不提問真的是你們 我已經得到兩個神秘小禮物了 所以等一下就換你們 OK 好 我覺得這是好問題啦 就是叫好跟叫座是不是連上等號 我們三年前也充滿了困惑 說沒有不安那絕對是騙人的 報導者的文章都這麼長 你當然會不安說 有誰來看 尤其在網路上面 那我們自己實驗的結果還算欣慰 像我們當初上線的時候 不管是舉牌人的 招不保險的真相 或者是其他相關的長篇報導 剛剛講的心烏大火 文章都七八千字 甚至於一萬多字 可是轉記分享的情況都很熱烈 他點閱率的確 絕對比不上小鮮肉跟真妹的照片 可是轉記分享上面 因為它有引起共鳴 讓很多人看的報導 覺得受到感動 覺得記者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的文章 其實在社群媒體上面的轉記 它反而有一定的優勢 那這意思就是說 如果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 社群媒體其實是一個展演的場所 你自己會看臉書的時候 你會點小鮮肉跟正妹的照片 但是你轉記的時候 你可能會轉記報導者跟段傳媒的文章 你希望你的親朋好友們了解 你是一個關心公共事務 年輕有為的好青年 這個當然半認真半開玩笑 但是社群媒體的特性就是如此 你會希望你表現給外界看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跟你自己要點閱 滿足人性的需求 要看的各種東西 常常是兩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並不悲觀 報導者過去這三年來走過的路證明說 我們在點閱率上面或許吃虧 但是我們在轉記分享 這個社群媒體上面 同樣重要的這件行為上面 我們有一群很黏著度很高的忠誠讀者 他願意 甚至於報導者文章還沒有看完 他就先轉記了再說 因為他覺得這是一個品牌 他相信我轉記報導者的文章 給我的親朋好友看不會太丟臉 他們會願意看這些公共議題 那這就是我覺得在網路上面 長篇的調查報導 紐約時報 衛報 也仍然是 他們的實驗結果也證明是這樣 長篇的優質的報導 以及譬如說 開放讀者參與的好的多媒體作品 他仍然會有他存在的力積跟空間 但是不要只是去比收視率 我們也同時要去看轉記分享 同時看影響力 看其他的層面 那對於這其他的層面 我並不悲觀 請剪長大哥來跟大家分享 我想一下題目 基本上我覺得 對我來講 因為我不是傳統的媒體人出身 那我常常覺得就是 有時候是題目本身就非常吸引人 比如說我們最近做一個酒店小姐的 那就很多人想看嘛 但有些題目看起來非常不吸引人 比如說政治獻金 但這一套作品是我們現在流量最高的 就是我們怎麼樣用比較好的形式 去讓讀者關心這些議題 比如說 如果現在跟你講移工的題目 你可能不會想要聽 可是我們移工的題目非常多人看 為什麼 因為那一組作品 基本上全部都是用照片 文字非常少 但我們覺得 那個作品就是 在那樣子的情境底下 照片是非常有利的 它甚至比文字有利 所以我們團隊可以 因為他們老闆不是新聞人 所以他們可以拋棄原來文字思考 就是新聞就是文字的這件事情 去重新思考 跟就是你去model那個新聞的東西 那我覺得就是 有時候形式是重要的 對我來講 就是 麥克魯漢說過 就是 媒體集訊息 所以你要用什麼樣子媒體 去講你的故事 這件事情其實對 對新聞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覺得 可以找到好的媒體 就算你用 比如說你用QA 或者是你用遊戲 比如說 包折一開始的那個小遊戲 就是 急診人生的那個遊戲 那就是 它也是帶動非常多讀者來點閱 然後進了去看那個報導的本身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就怎麼讓 第一眼 或者是第一個時間 把讀者吸引進來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 是可以考慮的 好 那現場我們還有一位朋友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三位 就是 我想 在新聞當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資訊 那就是包含 就是 我想我要怎麼說 就像剛剛在講的 失業率的人民的感受 跟政府的公開資訊的落差感 那我常 我常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像我自己在做NGO 那在我們自己裡面 流傳的一些資訊 它其實是跟政府開放的 資訊是落差非常大的 不管再講青年的失業率 不管再講 對不起因為我做青少年工作 對 然後再講青年失業率 或者是青少年可能他們 中離之後無法返校的資訊 那在我們所謂的機構裡面 它的比例是 非常大的比例 可能是經濟來源或幹嘛 可是在政府的開放資訊當中 卻只佔百分之五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如何 在政府開放的資訊中 跟我們流傳的資訊中 達到一個平衡 在你們在報導當中 你們可能也會收到 兩種不同的資訊來由 那你們要再如何去達到一個取捨 甚至去確定哪一個是正確的 因為政府常常會說 因為你們的資訊的data太少了 那我這是全國的資訊 那包含 再加上政府常常用一個平均數 來匡辯所有的一個內容 那你們要如何來處理這一塊 那這部分還是 我們這邊還是先由何榮信大哥 數字本身會說話 可是數字也會說謊 所以媒體的責任當然就是 還原脈絡 不要去脈絡化 也不要零碎化 那回到薪資來講 賴清德現在都講 大家薪資沒有四萬八 去跟雇主去討 那賴清德講的是平均數 那我們要看的 希望看的是中位數三萬三 那這兩個數字都存在 都沒有錯 我們全國薪資平均確實是四萬八 但是他把所有高薪資都算在裡面 那中位數確實是三萬三 那個代表全國在三萬三以上薪水 跟三萬三以下薪水的人 各佔一半 那不同的數字 有權有識者當然會援引 對他有利的數字去講 那這個數字本身並沒有錯誤 但媒體的責任就是 就是我要告訴你 這個數字雖然援引你的平均數是OK的 但是我們更應該重視的是中位數 三萬三才是全台灣有一半以下的人 沒有達到這個薪水急劇的一個最真實的數字 那數字跟數字之間的詮釋對話 回到它完整的脈絡 然後去進行討論 那這樣子的公共的討論就是 就是包括報導者在內媒體存在的價值跟意義 否則就會像你剛剛講的 大家各執一詞 那網路上面流傳不同的訊息 你到底要相信哪一個 那很多時候其實常常是這些數字是都存在 也都有它的意義 但是你就放在一個完整的脈絡去講清楚 哪個數字它其實它解釋的效果有限 哪個數字現階段更能夠反映人民真實的狀況 也就是說這個事情從來都不簡單 公共議題從來都不是你急著要想要去找答案 然後我就馬上說ABC你告訴我答案是哪一個 往往是ABC都有數字 那認真負責的媒體你就要花足夠的時間 去把ABC三個數字都查清楚之後說 那到底哪一個數字它脈絡更完整 更符合我們真實的狀況 那大家傾向更支持這個數字 其實是這樣的過程 好 我要扣回來今天主題 我覺得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尤其是之前賴清德提的那個 對我來講就是一種假新聞 就是它其實不是真的假新聞 但它就是它想要達到它的目的 然後所給出來的一個東西 那這件事情就是 對我剛剛講就是這件事情一直存在 比如說你每年都會看到 就是過年前都會說台積電 年中平均一個人多少錢 但是我們完全沒有看過那份資料 所以比如說一個人平均拿了一百萬 但可能有百分之九十都在張中某手上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就是 回應剛剛榮幸講的就是 其實好的媒體應該是要去 把這個東西去查清楚 那回過頭來看現在大部分媒體在做的事情 就是他們就拿到一份數據 然後通常他們會把數據跟圖表 但是對我們來講就是我們Tim其實做蠻多資料新聞的 那對我們來講 Raw Data 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我們之前在討論一個議題 就是長照的議題 就是我們有看到一些數據 比如說一個病人平均從躺下到離開人世 大概花七年的時間 但這個是一個平均 那我就會想要去看說 所以它的原始資料是什麼 到底什麼樣子的病人 什麼樣子的病人的時間短 然後什麼樣的狀況下 比如說它的經濟狀況不好的時候 它的時間就短 那它有足夠的資源去照顧它的時候 它的平均就長 所以那個東西 就是不管什麼樣的數據 我們都希望可以找到原始的數據 來回答我們的問題 而不是拿到一個 包括從 雖然這樣講沒有冒犯的意思 包括從NGO給的數據 我們都要保持懷疑的態度 就是不管是NGO 不管是政府 不管是你從哪裡拿到的數據 你都要保持懷疑的態度 然後你希望拿到原始資料 去回答你的問題 然後去 甚至去用不同的資料 像我們剛剛做農事 我們用不同的資料 去印證說你的假設到底是對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就很簡短的回答 那就回應剛剛的這個政府的資訊 會不會有錯 某些程度就是政府 當然會提供他們自己 所prefer的訊息 但我們常常發現說 政府因為它的部門非常多 有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各個不同的行政部門 我們發現常常同樣的數據 在不同的政府部門 他們得出來的結果 有時候會有不一樣 那這時候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我們做了這個功課之後 我們同時呈現 來呈現這個荒謬 我們重新說 在隆動部的統計 也許公時是如何 在主席總數呈現的公時 卻又是不一樣的結果 我們又呈現這個荒謬 因為這個都是政府你說的結果 那我們發現 好 這不一樣 那你到底是 你總有一個是錯的 讓讀者來知道 就是說政府得到 給我們的數據 也不能夠全然相信 讓我們可以去 讓push讀者去思考 就是說你看到的東西 不能說因為政府說的 然後我們就全然接受了 這大概是我們其實 有一種方式的做法 好 再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非常感謝這個 這個何隆心大哥 跟簡進香大哥 能夠接受我們的這個 現場提問 那我們希望再一次掌聲 然後來謝謝這兩位 跟我們的分享 謝謝 謝謝大家 接下來下一個階段 還是我抱歉 還是我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大家可以 大家手上 手上大家應該都有今天的這個 議程 那接下來的時間 其實我們想用一些 不同的方式去帶大家說 如何去看 所謂的假新聞 到底什麼樣的假新聞 那假新聞 到底是什麼 就是我們 我們所認為的假新聞 跟到底有沒有 學界有沒有定義的假新聞 跟媒體上面 有沒有一些 在實務權上面 認定的假新聞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試圖用一些 現在已經有的一些 研究的框架 大家可能一起來練習 一起來了解就是說 到底 現在對於這方面的研究 到了哪裡 然後也許我們 也許我們之後 也許在自己看新聞的時候 也可以試圖用這樣的一個 框架去思考說 我所得到的這些訊息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或是它是怎麼樣 被產生的一個錯誤訊息 抱歉還是我 好 那 各位參加者大家好 我是這場的講者 那我是來自沃潮的洪國軍 那很高興能夠今天跟大家分享 到底假新聞 假資訊 充斥了這個媒體社會中 我們要該如何 去面對這個事情 如何去解決 如何去處理這些 我們各種繁雜的訊息 那今天大家來參加之前 我記得我們有些 有大多數人都有發 email行前通知 然後有請大家看看 你能不能事主先提一些 就是 你所認為的假新聞是什麼 有嗎 有大家有回嗎 有回的 好 不錯 這個現場的舉手非常踴躍 大概非常多 好 沒關係不用遮臉 沒關係其實沒有很踴躍 做第一個看不到後面 好 那但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我們有收到了 蠻多的這些大家的投稿 但是呢 你的假新聞 不是假新聞 對 大家說的假新聞 到底 是不是真的是 這麼假呢 我們看到其實常常就是 常常出現的畫面 就跟這位 這位大家應該認得嘛 就是川普嘛 Fake News Fake News 那他所謂Fake News是什麼 其實就是 我不喜歡的新聞 叫做假新聞 那其實大家有時候 常常也會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 這個新聞 好 這個不是我喜歡的新聞 我不喜歡的媒體啊 或是 我不喜歡 他訪問了我不喜歡的人 我就懂得知道這個是假新聞 好 那我們就回到一個問題是 不喜歡的新聞是不是假新聞 或是說 爛新聞是不是假新聞 因為我們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 放在心上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畢竟新聞還是一個 我們還相信還是一個 第四權的角色 如果今天 如果是一個 有這個東西 假新聞這個詞 如果就像川普所使用的一樣的話 有權者直接說 好 你就是假的 你就是假的 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其實很難去制衡 就是說 那 到底 人們應該相信是什麼 所以這麼快急著去幫一個新聞 貼上假新聞的標籤 其實 大家要思考一下 可能不是這麼樣的簡單 那有哪些做法呢 好 這個是一個 表格 我相信這個表格 大家手上應該有個單章 上面有 有嗎 我看一下 有齁 好 好 很好 那其實呢 我們在做這些分類的時候 我們希望有不同的項度 去切 去切割說 到底這樣的新聞 這樣的我們得到的資訊 是有什麼樣的屬性的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二層顏 簡單來講就是 它是惡意的 還是沒有惡意的 它的內容是錯誤的 還是沒有錯誤的 那在過去的很多的相關的研究上 其實就已經有做相關的分類 他們會稱為 有說 你是惡意又錯誤的 就是Disinformation 這個是錯誤的資訊 或是 錯誤 但是沒有惡意的 Misinformation 且讓我用英文 這個中文我也 中文已經無法使用了 或者是你是惡意 但是沒有錯誤的 叫做Maldive Information 所以其實我們一般 在講假新聞的時候 大多是著重在 惡意且錯誤的東西上面 這個才是大家平常願意去 主要在討論的假的新聞 但這個定義是 目前的 美國的某一些學者 他們的定義 不一定代表是我們的 應該做的定義 但是透過這個方式 讓大家比較好去思考 比較去解析說 到底我們平常看到的 一些各種訊息 有哪些的可能性 好 再來就是 我們簡單來講就是 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軸線 它有可能惡意 它有可能錯誤 它有可能錯誤寫二一 然後會有不同樣的一個組成 那麼 爛新聞 回到剛剛講的 爛新聞 我不喜歡的新聞 難道就是假新聞嗎 有幾個範例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 有這麼謝謝 謝謝大家的支持 好 這是一篇報導 聽起來這個看起來很像 親愛什麼樣 這個長照的新聞 看起來應該不會有什麼假的訊息 嗯很好啊 哇這個 有那個故事啊 養老金號配合 好 我們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這裡 它在講說養老需要多少錢 養老費用 較高達新台幣 120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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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萬元 好 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確定一件事情說 這個數字絕對是錯的 對吧 我應該不會有人 對嘛 後面其實有算嘛 我們幫他算一下 5萬乘以12個月乘以20年 絕對不會得到那個數字嘛 我們可以 我們可能想要可以一件事 這個是怎麼產生 有可能是媒體過勞產生的 比如說他趴著睡著 就按到3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 然後就出現了 對 那我們會說 我們知道這個是假 這個 這個東西錯誤的 但是我們不會稱它為假新聞 對吧 但它明顯是錯的 所以這其實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欸 今天好像我印象中 看報名之一 有來自聯合的夥伴對不對 可能趕快請那個編輯回去改一下 因為這其實六 六月 六月底的 他還沒有改 我很高興 因為我六月底就收集到這個資料 說PowerPoint要用 就幸好現在他還沒改 我還可以拿來用 但是回去可以提醒一下 如果有聯合的同業的話 可以請他們回去記得修改一下 所以這是一個例子 它是錯的 但是我們不會稱呼它為假新聞嘛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的時候 可能我們可以想見 應該不會有人被騙 或者是之類的 然後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可以推斷說 它不是惡意的 好 這也許是一個判斷的方式 還有呢 來 我看要點哪一個 這個 好 好 那這個 這兩天還算流行 就是 中時做了一個報導 就是 就是美國 蔡英文去美國參訪 然後說引用了跟一段話 然後呢 這個 他們寫 他就去訪問了一個某個人 說張靖說 他認為說這是錯用啊 幕僚的住業粗糙啊等等 好 那這個東西其實有人認為說 這個是假新聞 但是我們也可以仔細的去看說 好 那它真的 它真的假嗎 嗯 好真的假嗎 它真的是假新聞嗎 你看我們如果 從它的新聞內容去看 我們也可以發現說 欸 好他講的說 這個 蔡英文說了某段話 然後說引用雷根 然後但是有個專家指出 專家指出 這跟雷根的原文有差異 幕僚主要加強 好 然後以下呢 他就是講說那個位專家怎麼說嘛 好 這個專家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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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事實是什麼 事實是說 這個專家有沒有真的這樣說 有這樣說 有這樣說 那 但是這個專家說的內容 是不是真的 這是另外一個整件事情 但是專家真的這樣說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把它換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如果今天這個專家說的是說 地球是平的 然後有個報導寫說 某某某專家提出 地球是平的 這個言論 然後他那個內容 他新聞內容就是詳盡的說明說 今天這個某一個場合啊 有一個這個專家提出來一個事情說 地球 他發現地球是平的這件事情 然後內容在詳述說 他認為地球是平的 那這個東西我們要說它是假新聞嗎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嗎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嗎 雖然這個事情也許 他說的 這個專家說的內容不盡然正確 但是這個專家說的這個事情 是真的 所以這個東西要我們回過來去想說 好 不同價值觀 或是不同立場的媒體 所推出來的新聞 它也許是 不是很好沒有平衡報導的新聞 但它不能夠稱為假新聞嗎 這可以去思考 好 再來 這另外一個臉 好 我來想想看 糟糕這個 好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也蠻有趣的 好 好 這個 幫大家簡單的說明一下 這個新聞是某一次就是 因為聲音很多不放出來 就是在 有一個 TPBS報導說 內科有個公司 在晚上的時候 接到非常多的這個電話 突然打過來很煩很困擾 然後結果接起來發現是 時代一量的議員參選 設計的那種電話拉票 的一個程式系統 所以他們很煩很困擾 然後整個辦公室都被炒到 那 OK 這新聞聽起來 好 這是一個新聞 但是呢 其實我們在發現有趣的事情是說 好 糟糕 這個我們需要改一下它的畫質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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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可以先講 這個事情有沒有發生 好 這個事情確實是有發生的 但它發生在什麼場合 內科的員工很困擾 一件事情 他們的辦公室也接到電話 好 那這個內科的公司是什麼公司 大家猜猜看 這樣大家也看得到 沒錯 這就是 TVBS的公司 他們自己辦公室的電話響起來 然後他們覺得很吵 所以他們就發了一個新聞 叫做就是 內科有個公司 一直接到電話很不爽 然後咧 然後所以 他們覺得很困擾 公司大家加班都被弄得很煩 好 那 這個東西是不是假新聞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沒有揭露一個 就是他們自己是厲害相關的 因為他們就是當事人 他們就是那個內科員工 對 接到手軟 那個名就是他們自己 那一樣 這個線一樣很模糊 到底這個東西是不是假新聞 它也許沒有揭露全部的事實 沒有去做全部的脈絡 但它並沒有違背事實 所以 這也是不同的角度去 可以去想說 到底我們應不應該 直接把一些 lousy 不是那麼完整的新聞 稱為假新聞 好 這幾個例子讓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一些 蠻有趣的案例 那 接下來呢 其實就剛剛所提到的 其實已經有很多研究 去幫這些一整 各種各式各類的 所謂的 Disinformation 也許我們把 不用假新聞這個詞 我們用錯誤資訊這個詞 去 叫它 把這些不同種的錯誤資訊 去做分類 那我們可以從左邊看到右邊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 你可以想像這是一個 越來越 錯誤的一個軸線 像最左邊呢 就是 就是 揶揄模仿 就是大家很多看到 比如以前有什麼各種的 政治人物模仿秀啊 或是美國 也有很多那種就是 不是有人會模仿川普 然後去做一些搞笑的 政治的揶揄嗎 那 這也是一種 非真實資訊 但我想 那就搞笑啊 那不會 就是 還好吧 為什麼這會放上去呢 這個就是回到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 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好 這裡有個 這個第七十八課 我的爸爸是總統 對 然後什麼福利行程度下 然後做得很像課文的樣子 但是呢 我們雖然就哈哈哈哈 這個好好笑 這個好北七喔 改圖改得很好笑 但非常遺憾的是 像這樣的圖片 會有人相信 就說天哪 噁心到家家 可憐這些小學生要讀這種 有讀到垃圾課文 真的會有人相信 我們不要 我們可能今天來參加 臥草的這個參加者 可能不會那麼輕易容易相信這些 沒有這很明顯搞笑的 但是真的會有人相信 這種事情就不只發生在 比如台灣 你可以看到比如美國 可能真的會有人 那個Alex Baldwin 就是模仿川普那個人 所講的話 然後被人家 被一些媒體quote 就是說 川普竟然有講出這個 很狂的發言 沒有 那個是那個模仿人講的 不是川普講的 但是一樣會被搞混 或是 閱聽者已經 沒辦法分清楚了 這真的 業餘搞笑的這些內容 最後真的變成 假氣候在流傳 然後 而且流傳反而 所以比真實的更廣 好這也是一個案例 所以 對 就是 並不是完全沒有傷害的 還是要跟大家想 好 那這個細部的各種分類呢 我相信大家的手上 都有這樣的講義 那 等一下 我等一下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然後去幫大家做一些思考 就是 如何去分析不同的新聞訊息 好 這個上面大家 大家都有這些講義 那我就不細部的去跟大家做解釋了 那 在這個新聞產生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要注意到 有三個重要的角色 就是 訊息的生產者 訊息本身 以及訊息的接收者 那我們必須要了解到就是說 也許在訊息生產的時候 這個東西還不是所謂的 錯誤資訊 Disinformation 而當它產生假的時候 是在接收者的那個階段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揶揄的過程嘛 它產生的時候 它沒有它只要搞笑而已 但卻因為那個接收者所產生的反應 讓這個事情 它可能再去加了一個comment 加了一個評論之後 再去轉傳之後 而反而變成一個 那個 錯誤資訊的一個回圈 再去散播出去了 所以 這個東西 這個樣的結構 是幫助我們去了解 如何去分析 就是說到底 一個訊息 一個新聞 一個錯誤訊息 它有怎麼樣可能的傳遞 那 這有更細部的分類 等一下我們希望大家 在組內的就能夠幫我們 就是 也許大家自己有 準備一些假新聞 就是之前有行程通知跟大家講的 或是說 如果大家沒看錯的話 我們的獎勵下面 有個三個QR Code 那是各自的範例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然後我們試圖可以自己 先來分析看看 他們符合 他們是如何去對應到 這些訊息的一些元素 比如說他的生產者是誰 那這訊息本身有怎樣的特性 那讀者 不同的讀者 不同屬性的讀者 又會可能產生怎樣的反應 大家可以試圖用這樣的方式 去解析一下 那些新聞有哪些 符合哪些元素 那接下來就是大家的練習時間 那大家都認得自己的小隊長嗎 小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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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自的小隊長 請各自就位 那接下來的時間 剛剛就有一位同學 現場舉手發問 那我想可能 炒弊 對 那我們把時間 交給我們各個小隊長 對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各個小隊長 謝謝